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旭 今天我们继续讲基础算法系列 这次我们继续讲TopK的问题 高平面实体 之前我们通过手写堆 以OnLawK的实际法度完成 用快速选择 以On的实际法度完成 这一次我们讲另一个思路是二分 它的实际法度是OnLawK N指的是数组的长度 K指的是我们搜索的数的范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分的思路 怎么去二分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植物宝的捐赠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站频道,YouTube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既然去二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要找到我们搜索的区间 然后去判定搜索的区间 和我们求的目标值 是否有一个单调性 或者说是所谓的二段性 在某个区间是一个性质 在另一个区间是一个性质 二段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输入 输入样例 321564 我们稍微改一下 321674 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比较典型 我们有一个便利条件可以考虑 这里面求的是dk大 对吧 dk大dk小是一样的 以dk大为例 我们搜索区间 那显然是个数 这个数的范围是负的19 到19 那它的实际法度如果用二分搜的话是logk对吧 那就log19对吧 它大概是多少 30对吧 OK 那我们搜索每一个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举一下 比如这也是负雄一直到多少多少 然后这边比如说是4 5 6 7 然后这边是正负雄对吧 正负雄负雄 不是正负雄负雄 这是这个这边是19 19 这边是负的 19 OK 那么比如说我们每举到4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求dk大嘛 所以我们要去这个原始的数当中 求有多少个数 比当前的元素要大 原始的数当中 有多少个数 比当前我们每举到4 这个元素要大 或者等于 为了好想 我们可以在脑中 把这个数组排过去 那它就是 1 2 3 4 6 7 所以大约等于4的有3个 大约等于5的有2个 大约等于6的有2个 大约等于7的有1个 对吧 那我们看这有什么性质呢 对于我们求的目标值dk大有什么性质呢 我们发现啊 我们这边用cnt来代表 就是大于等于每个元素的个数 当每举到4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有三个元素 在原始的数数大于等于它 那显然我们要求dk大 那肯定就是4 就不是我们要求的目标值 对吧 因为dk大应该是这个 对吧 这是dk大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 那我应该去右区间 对吧 那当cnt大于 大于k的时候 我们去右区间 那就是l等于 应该是 准确来说是l等于m加e 对吧 但其实我们最后会用l等于m来去写 当cnt等于k的时候 比如说5的时候 那它应该是 看起来应该是我们要求的目标值 但一定是它吗 并不一定 因为我们5并没有在这数字当中出现 而且它也不是我们要求的真正的目标值 我们要求的是 一个值 它等于 它的这个cnt等于2 而且这个值要尽可能大 对吧 所以当我们没举到5的时候 这个5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 应该往右区间去搜 对吧 当cnt等于k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l等于m 而不是m加e了 因为有可能 当我们没举的是6的时候 它也同样等于2 那它就是我们的值 但是5的时候呢 它就不一定是5 不是我们的值 所以我们取右区间 但是m这个值 有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值 对吧 OK 最后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cnt 这个小于k 小于k 比如说我们没举到7的时候 显然这个7不是我们dk大 不是第二大 对吧 所以应该取这个 把7这个值给取掉 然后取这个组半部分区间 对吧 就是r等于m加e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当cnt大于等于k的时候 我们可以l取m 对吧 然后如果是小于k r取m-1 那这个写法呢 也是符合我们之前的那个二分搜索的一个模板 如果大家对这个二分的就不是很熟悉 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那个二分搜索的模板 我打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基础算法系列里面的二分 这边有一个二分的模板 OK 那么下面呢 我们用这个思路把这个代码实现一下 代码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我们定一下数字范围 负的119上线119中值 然后直接使l小于r 取一个中值 加1 这个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我们这个r等于m-1对吧 然后尽可能向上取整 判断一下 那这个check还就代表的是 number的数据当中有多少个元素是大于等于m的 对吧 那么当它这个值大于等于k的时候 我们取这个右区间对吧 就r等于m 否则的话是r等于m-1 是取的是左区间 最后r就是我们要的值 我们再写一下这个check函数 顺便一下我们这个数量 最后返回的是cnt大于等于k 然后每局每个元素 判断 当中元素大于等于m的个数 如果n大于等于m就加加cnt OK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代码的一个思路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没有问题 提交 好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用二分搜索 以o1.logk的实现法度 记住 k是指的数的范围 完成了topk的问题 利用了我们搜索区间的二段性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